你跟这个义勇军进行曲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你能不能给大家 解读一下我们的国歌 作为这个卷眼谈的指挥 我是由衷地说一声 我们的国歌是最好的国歌 我们的国歌 都有几个突出的好的地方 比方说每个人背 破着发出最后的喉声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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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起来 一个比高 一个上来 写这个国歌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个年代 是天汉和尼尔 要欢呼起大家 走上抗日的最前线 他是不能够在唐人那儿睡大觉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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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高高 还有一个 就这么三个 像枪 机关枪 对 像机关枪 就有个战斗的氛围来 就唤起一个民族的战斗性的 是吧 你说这个国歌写的 是不是经典 经典 当初创作的时候 您认为聂尔先生 为什么要采取进行曲的方式呢 当时聂尔就写了个进行曲 三个字 这是聂尔的首稿 首稿 聂尔先生在日本创作了之后 经过千辛万苦 把他寄到了上海的 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 他是一个行进的队伍 要迎望之前不间断 你看 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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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完了 但是你心能让步子还能走着 永远这个脚步都不能停 脚步永远往前走 我们假如改革的 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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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结束了 结束了 所以是要特别强调的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国歌的最后一句 浅金 浅 这是个画龙电经之处 易勇军进行曲 除了聂尔先生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那就是作词人 田汉先生 田汉先生的歌词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但是这些年来 对于国歌的歌词 却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 最危险的时候 这句话应该改一改 于志辉 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在49年 我们选国歌的时候 就为这一句词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说 是不是我们现在 在共和国要成立了 改成大团圆的时候 但是大家说是不能改 我们要尊重历史 尊重它创作的背景 当年日本群联者 从东北达到了华北 暴行雷雷 可是我们民族很多人 麻木不仁 当时聂尔和田汉 就是为了唤醒这些人 创作了这首歌曲 聂尔和田汉先生 到了谷北藏丛脚下 看望我们的义勇军 抗敌日本群联者的时候 他都亲眼看到了 我们的那些战士们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堵在那个藏丛的那个窟窿上 用我们的血肉 注射我们新的藏丛 其实按您这么一讲 我们觉得这个 益勇军进行曲 虽然只有84个字 它就是浓缩版的抗日史书 对 所以史书不容篡开 对的